全球爱好原始点的家人们 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12月12号 张医师线上直播 今天我们有一个新书发表 然后接着老师要讲 重病处理及轻重症案例的分享 那么在新书发表之前 我们先播放一段 张医师在最近得到的贡献奖 老师的发表感言 那我们先播放这一段 跟我们一期掌声欢迎张医师发表演讲 张机立理事长 还有会长 全球各地的会订 及线上的朋友们 大家好 首先要感谢主办方 对于原始点团队的肯定 我代表他们来授奖 深感荣幸 我相信这会带给社会 一些默默付出的团体 甚至个人带来激励 传统文化最重视的是孝大 而在孝经中有提到 身体法夫 秀之腹 不敢闻伤 孝之死也 而原始点一些推广的 正是这个理念 他的方法是在日常生活中 通过适当运动 充分休息 良好心态 来改善体质 此外 在生命时 还要懂得按推身体的开关 及善用热源 温暖身体 以提升人体的免疫力 自愈力 使身体恢复正常运作 重过健康 换言之 有了原始点这一套方法 就能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进而就能尽效 照顾好自己的父母 若将心量再扩大 就能做到老无老 以及人之老 幼母幼 以及人之幼 这样的社会 才可以更加详合 这样的传统文化 也才可以避免 口慧而食不治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一条脊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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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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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您开始 今天是一个对我而言是一个重大的日子 因为原始点的书终已写成也出版了 原始点医学一书是从无到有 2006年第一次出版 内容着重在临床实际操作 并以一条脊椎及七处原始点为主 到2008年创立基金会后 着重在理论体系的建立 并以因盐果来残明疾病由来 及建构诊疗体系 这时期更动频繁 整个架构也因此劣据雏形 到2018年参照原始点医学示意图 使每一章节得以一细展开 正庆幸此书已接近完成之际 却因一个失败案例 瞬间跌入谷底 经过不断思索 最终还是找到答案 也因如此才能突破医学瓶颈 使热源及按推更加完善 又经三到四年夜以继日的修改 因而能够建立起一个说到做到的 崭新医学体系 而我要以毕生之力来完成此书的愿望 也终于可以提前实现了 值得一提的是 其间旧金山的案例 让我搞清楚伤口流出的血液及组织液 必须用溶浆汤清洗干净 在文字方面 则要感谢各位志工的帮忙 此书最大的特色是理论与临床 可以做到视理如一 也就是临床遇到问题 可参考书本 因为答案就在里面 此书除了有简体版及繁体版外 基金会会在官网公布电子书 以后只要有最新资料 一定会在电子书加以修改 并公布给大家 请随时注意 而此书最大的目的 是使医学能走出医院 进入家庭 落实于生活中 也就是依照此书内容去操作 相信很多令中医及西医困扰的疑难杂症 都可以顺利获得解决 使民众能重新找回健康的自主权 好 谢谢老师 那我们迅速发表到这里 我们大陆学员可以用微信识别图中的二维码 可以下单 那老师我们现在就开始我们的课程 好 可以 十一重病处理 观察症状 只要有体力虚弱病症出现即为重病 重病表示热能严重不足 处理上应以热源为主 按推及其他保健方法为辅 此级先通过外内热源 主要是以姜粉 姜粉泥或姜汤用于体伤位置 知己温暖组织器官 以改善热能不足 在按推症状相对应之原始痛点 并以外热源温敷原始点 若按推无法立即改善 应按推换处痛点 并以外热源温敷换处 如此既可改善组织器官运作 又可使将至温热效果得以持续 其在病情需要患者能承受的情形下 可将温敷增强为热服 在日常生活中 还要通过适当运动 充分休息及良好心态 积极地把心情及体力调整好 以提升人体的免疫力、自愈力 如此诊疗才能加速疗愈疾病 使中边患者转危为安 以上处理方法 除按推、除医疗外 其余方法接触保健 可见 重病处理是手中保健 以及通过热源及其他保健方法 改善热能不足以保密 其次才是医疗 以及通过按推解除体伤以治病 此外 不仅要尽量避免轻弱性治疗 及任何含量性药食 还要保持室内温暖舒适 安静整洁及空气流通 如此既有助于修复体伤 也有助于共固疗效 重病处理 这一篇一开始 就是先界定什么叫重病 什么叫轻重症 那重病就是 只要有体力虚弱病症出现 就是重病 如果没有体力虚弱病症出现 那极为轻重症 那我们这一篇今天要谈的就是 重病的处理 那很明显的原始点的诊断是 一定要通过观察症状 所以从症状来分别疾病之轻重 那有体力虚弱病症就表示 患者的热能严重不足 所以在诊断与治疗上 我们前面也有讲过 重病一定处理上 应该要以热源为主 也是外内热源 这些为最主要的 那配合什么呢 配合按推及其他保健方法为复 那热源原始点最强调的是姜粉 姜粉泥还有姜汤 它可以直接就用在体伤位置 温暖组织器官 来达到我们改善热能不足 所以这一部分也是原始点非常强调 那用于体伤位置当然前面也有讲过 如果内热源的使用 还可以灌肠甚至喷鼻 然后还要可以喷咽喉 甚至阴道这些种种都可以 甚至还可以用姜汤清洗眼睛 那这样来达到温暖器官 那重病在外热源使用下一定是大面积的温敷 这样热能才容易进去 好我们再来看下一页 热源处理好了 那我们再配合按推 按推这个一定当然是以大开关原始痛点为主 如果按推还有加上温敷原始点之后 如果按推没有立即改善 那这样就可以判断是患处体伤 那这个要进一步在患处周围找压痛点 然后以外热源温敷患处 这个在诊断与治疗都已经介绍过 这里只是在复习一下 那如果这样在热源能够进去之后 就可以进一步推动组织器官 恢复正常运作 那如果这些外热源的温敷再配合姜 那姜的温热效果也可以持续的 甚至更深入的被皮肤吸收 还有喝进去的再配合外热源 会相得益彰 那这些使用上要看病情的需要而定 然后还要观察患者是否能承受 那如果他能承受这些温敷还不够 能够达到解症的情况下 还是可以增强为热敷 这个在临床上我们也常常遇到 比如一般我们外热源的温敷 最常用大部分是37度以上到42度 但有些患者这样温敷还是不够的 所以可能还要加强 加强也有人甚至还有用到四五十度的温度以上 患者才觉得舒服 所以这个还要因人而异 但一切都要以患者能承受为主 好我们再看下一页 那热源温敷如果能够配合运动 他的热还可以再持续吸收的效果也会变得更好 当然除了运动会帮助我们吸收乐源 让组织器官运作更顺畅之外 我们还要注意生活上要规律 不能熬夜一定要有充分休息 那观念也要清楚 还有心态上也就是情绪不要起伏太大 这样你就可以把体力跟心态调整好 那这样我们身体就可以提升 我们的免疫力跟致疫力 这样才能够达到加速 这样的诊疗才能加速疗异疾病 那我们处理重病患者才能转为为安 好以上都是在介绍一些处理的方法 但如果仔细分析的话 这些方法除了按推属医疗外 那其他的包括终分休息良好心态运动等 都是属保健那外热炎外内热炎更不用说了 所以可见处理重病是以保健为主 我们看下一页 好那保健前面也介绍了 这里只是做一个结论 就是要通过热炎及其他保健方法 来改善热能不足以保命 所以重病重点是要先保命 其次才是解症 所以我们常常说 在重病的时候 一定要考虑患者的体力 如果没有保健只是一味的医疗 那这样情况会变得很危险 比如身体很虚热 有些患者还在做化疗 甚至还进一步要进行手术 那这些破坏人体的还有含粮的 消耗热能的东西 会让体力进一步下降 热能严重消耗 那我们前面有讲过 有热能则生 无热能则亡 所以很可能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的生命很可能会走到终点 那即便你手术肿瘤也割完了 也没有肿瘤了 但你要的达到了 但命没有了 又有什么意义呢 所以我们重病处理上 一定要特别强调 原始点是以保健方法 来改善我们热能不足 那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保命 那除了这些热源的使用之外 还有保健方法 那我们还要注意按推的重要性 因为患者身体上一般都会有很多症状 那如果没有通过按推是不能解症 所以两者在原始点一定要互相配合 那按推热源做到比较完善之后 还要注意就是刚刚讲的 避免一些不必要的 比如说侵入性治疗含量性钥匙 还要怎么样呢 保持室内温暖舒适 安静整洁 我也常常看重病患者 有时候居住环境 整个窗户都关到密不通风 然后进去就感觉很闷 你想想看这样患者身体会好吗 所以这些居住环境也是一个很重要因素 如果都能做到 那这个会有帮助于体伤的修复 也有助于巩固疗效 这是第一段重病处理 的一些介绍 那详细的最重要 既然热源重要 那我们就先来介绍外内热源 我们看下一段 一 外内热源 处理重病患者 必须外内热源并用 外热源 包括太阳光 温酒 热水袋 红豆袋 暖贴 各种电热产品 姜粉 姜粉泥 姜汤等 其中 其中姜粉 姜粉泥 姜汤 可大面积涂抹 或喷体上位置 进入皮肤吸收 直接温暖身体 内热源 包括姜片 姜粉 姜粉泥 姜汤 生片 生粉 生汤 辣椒 胡椒 花椒 花椒 咖喱等 可将其作为调味料 应用在饮食 使任何食材 都可煮成温热性食物 以离身体 将其吸收 转化为热能 其中姜粉 姜粉泥 姜汤 不仅可单独服用 以全面改善体质 还可借由灌肠 清洗 喷 或滴皮 喷 或滴鼻腔 口腔 眼睛 阴道 使其之大患出提伤 直接温暖器官 且在病情需要 患者能承受的情形下 可将温敷 增强为热服 例如 将姜 与辣椒粉 越洗越好 或辣椒 加花椒 所熬煮汁 浓糖混合使用 使姜之药性 由温 转热 又如 将电热器 或电毯 调至高温 总之 外力热源之间 不仅要用于体上位置 直接温暖阻置器官 还要配合按推原始痛点 乃至换出痛点 以及其他外热源 如暖贴 红豆袋 电热器等 并在生活中 通过运动 休息 及良好心态 以提升人体的免疫力 自愈力 如此 才能改善体伤 及热能不足 从而达到保密 及疗愈疾病的目的 但法无定法 所有外力热源的使用 仍应以患者 能接受吸收 且病情得以改善 为最高原则 这一段是 上面第一段 承接下来的 它只是讲得更细一点 比如什么是外热源 什么是内热源 那外热源就挤出 比如一系列什么太阳光 温灸 温热水带 这一系列下来的都属于 那外热源的应用 我们看下面 这里特别提到的就是 我刚刚讲的 重病处理 一般是以姜粉 姜粉泥或姜汤为主要 那作为外热源 它就可以大面积涂蒙 还有喷体伤位置 藉由皮肤吸收 直接温暖身体 好 那内热源呢 内热源这里也做了一系列介绍 这里也有 除了姜以外 还有介绍生片 生粉 生汤 还有辣椒 花椒 胡椒 还有咖喱等 这些可作为调味料 运用在饮食 这个等一下后面 在饮食篇也会谈到 我们继续看下面 好 作为调味料 它的目的就是 我们不管用任何食材 比如我们知道 很多吃素的人 它很多青菜都是寒凉的 如果不懂方法 没有加一些温热性的调味料 就是我们前面举的 这些 那很可能 它吃的都偏移寒凉 长期而言对身体还是不利的 所以要善用 前面我们念过的这些调味料 来加入食材 然后组成温热性食物 这样就会帮助我们身体 很容易吸收 而将其转化为热能 其中 特别提出的就又是姜粉 姜粉和姜汤 它不仅可单独服用 以前面改善体质 还可以怎么样 改善局部 比如说它可以藉由灌场 清洗眼睛阴道 还有喷鼻腔口腔等 使这些热源直达患素体伤 直接温暖器官 所以这已经又进一步 如果跟中医比 它又更进一步 比如说中医的艾条 它不能前面改善体质 那姜汤的外用 就可以大面积的涂抹 来改善 那内热源呢 一般服用中药 各种中药 它虽然可以改善我们体质 但我们这里更细腻的 除了可以喝龙江当以外 来改善体质 它还可以怎么样 还可以 藉由一些灌场清洗喷 或低鼻腔口腔阴道等 能够达到局部的患素体伤的位置 这也是中医 比较没有办法达到的 那这个也是如果说是对中医的一种帮助 让他们可以更全面 可以改善过去的一些方法 来达到比较加强内热源的局部性的温敷的话 那原始点这一点是做到的 所以它可以直达患素体伤 直接温溶器外 好我们继续看下面 那在病情需要前面也讲过 温敷是可以增强为热敷 那不只是外用的电热器 或电档可以调制高温 那在内热源上也是 姜如果还不觉得烙或溶的话 也可以考虑加 辣椒粉跟它混在一起外用 或是内服的话 也可以辣椒甚至加胡椒 然后一起熬煮 这样混合使用之后 姜的药性就可以油温转热 这也是就是如果对于一个极虚寒 但它又能吸收的情况下 我们就可以这样加 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 有时候你加了辣椒粉或是 花椒胡椒之类的 患者有时候太辣 根本不能接受 所以这里最后还是要强调 以患者能接受 我们看下面 所以最后还是有特别提醒 那这些外内热源可以 不仅可以外用于提伤位置 直接温暖 我们的组织也可以内用 来改善我们的器官 还这些热源使用后 还可以配合按推原型痛点 乃至患素痛点 那我们刚刚讲的姜 姜粉 姜粉泥 甚至姜汤 这些是主要应用 那这些用法上 最好还要配合一些其他的外热源 这里也举了一些 比如软贴 红豆袋 各种电热器等等 好 我们看下一页 那在生活中前面也讲过 还要配合其他保健方法 也就是运动休息良好心态 来提升我们身体的免疫力 治医力 这样才能达到保命及疗医疾病 但最后还是提醒法无定法 所有外内热源的使用 我们还是应该以患者 考虑到患者能否接受 即使患者要求说他不能接受 比如说他觉得姜汤太辣 那我们可以考虑加一点 比如说龙眼肝啊 甚至干草啊 甚至不用干草龙眼肝 或是加红糖 这个也可以 但是还要考虑 这些加了之后 会不会使姜汤的温热性变成 就是变得甚至接近平温 那对患者改善的效率就不够大 这个都要考虑 所以除了患者 有时候能要他们能接受以外 还要考虑病情 如果他的病情确实不能加 那我们就要跟患者沟通 虽然味道有一点辣 但为了病情改善 有时候还是不能妥协的 这个一定 操作者一定要 仔细去评估病情跟衡量 然后来做出判断 好 这是万力热源的补充说明 我们继续看下一页 一 外热源 重量患者温敷时间可达24小时 至于肌肉环境 应保持安静整洁 即空气流通 并且以患者感觉温暖舒服为宜 比如天气太热或太寒 可用空调调整室温 在临床上 处理疾病症状乃至异常形态 可先于体上位置 用温热水冲洗 或电热器持续温敷 等皮肤温暖 再稍微用力将姜粉或姜粉泥 做大面积涂抹至干掉为止 如此来回二到三遍 再用温热水冲洗后 以其他外热源 如电热吹风机 电热器 红豆袋等温敷 或不仅温热水冲洗 直接用其他外热源温敷 温敷后再浮以按推原始痛点 乃至患处痛点 解除体伤所致之症状 乃至异常形态 值得注意的是 对于异常形态之癌肿瘤 肌瘤 硬结 肿块等 按推器周围 找出的压痛点 常从破裂处 或从原有窗口 流出血液或组织液 此接触体伤修复过程中的 正常现象 因因如此 此异常形态 才会消得更快 但窗口流出的血液 或组织液 必须用姜汤清洗干净 否则结痂 会阻塞体内液体流出 以致病情反复延荡 甚至留下疤痕 简言之 处理窗口 除透过电热器外 窗口周围 还可用姜粉 或姜粉泥等温敷 然后配合按推原始痛点 乃至换除痛点 再用浓姜汤清洗 从窗口流出的血液 或组织液 处理干净后 窗口 需保持干爽透气 避免使用纱布 或保鲜膜等包扎 若病情严重 例如烫伤 毒液灼伤 肝血 乳癌爆开等 每天可用上述方法 多次处理 避可在睡前 将电热器或远红外线 对准换处 保持安全距离 如此 就能整夜进行 总之 若无窗口 可用姜汤 姜粉 姜粉泥处理 若有窗口 则只能用姜汤处理 但若患者觉得浓姜汤 爱刺激 而不愿接受 在不得已情况下 易可改用淡姜汤 或淡生汤 或淡姜汤 今天这一段外热言 大家看到有很多红字 这些都是这一两天修改的 也就是很遗憾 我们新书刚发表之后 那我因为书在十一月中旬左右 就已经定案了 那这一段时间 我就开始常常去基金会 也跟他们一起处理一些 包括重病患者或轻重症患者 然后在使用的过程中 发现原来写的有一些 事实上可以更简单而更有效 所以在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下 在前几天终于下定决心 这个外热言还是要做一些修改 那这个修改因为已经来不及 书也已经在印了 所以大家在这一段上 今天讲的这个原文 因为你们很快就会拿到新书了 拿到之后 你们再自己修改一下 这个也对跟大家说一下对不起 这个我自己虽然很努力研发 但没有想到这么快应用方法 有了更好的方法 所以我想还是要赶快跟大家分享吧 那我们就来介绍这一段外热言 那外热言它温敷时间可达24小时 这个前面都已经讲过 那还有居住环境要保持安静整洁空 空气流通 这个前面也有提过 所以就不需要特别介绍 那热言的使用记得 环境会变强 像现在天气变凉了 那重病患者就要知道 患者每吸一口气如果含凉 都会消耗热能 所以室内的温度一定要调高 这个很重要 那夏天有时候太热也一样 也会过热有时候也会消耗热能 所以如何调整室温 让患者能够很温暖舒服 为最高标准 好 那我们来看下一页 这里就是今天比较重要的要提到 就是我跑的基金会 也是都着重在处理上 那这里也有提到 处理疾病症状乃至异常形态 这里就开始改了 可先移体伤位置 我这里加温热水冲洗 或电热气持续温敷 比如说患者要推就是涂姜粉泥的时候 一定要先让皮肤温暖 那要温暖的方式 如果在家里有两种方法 第一个是先用我们进去意识 先用温热水冲洗 那如果不用温热水冲洗也可以 把衣服脱掉 然后用电热气持续 可以照着温暖皮肤 这样也可以 这两种方式都可以用 但一般如果在基金会 当然不可能让患者淋浴 所以一定是用电热气 电热气来温敷 使皮肤温暖 那如果在家里 我认为温热水冲洗 这个方法也很不错 所以两种方法都可以用 可以任性一种 那等皮肤温暖 这里就特别强调 一定要稍微用力 将姜粉或姜粉泥 做大面积涂抹至干掉为止 我们原来是说 要将姜粉或姜粉泥 均匀涂抹至干掉为止 但这里特别强调 要稍微用力 而且把均匀也去掉 它重点不再均匀 而是你涂上去的时候 你一定要稍微用力 甚至有一点按推的味道 之前我也有去年 也有教各位怎么样来按推换处 比如腹部的按推法 那一定要稍微用力 涂姜粉泥一定要 四肢也是一样 因为这段时间 就皮肤我自己也有 就是天气冷加上最近很累 比如说到处奔波 那书写完也一直在基金会 教他们 除了实作以外 那有时候累到 都甚至一天 等于十几个小时都没有 就是休息一下 在这样的情况下 严重热能消耗 那我自己 只要严重热能消耗 脚 脚踝附近就会有皮肤痒 那我大部分会用热水冲洗 那冲洗的过程中 等皮肤热的时候 我就会用姜粉泥 然后局部的大力搓 然后搓了来回三 两三次之后 再用温热水 记得搓完之后皮肤是很热的 你稍微烫一点 哇 那个会很灼热 所以一定要交代患者 那个温度 以他人接受为主 然后有一点点灼热 然后把它冲掉 然后冲掉之后 再用毛巾擦干之后 然后再用电热吹风机 再把它进一步吹干 也让热源直接进去 那这样处理完 我整晚睡觉都很香甜 也没有什么 皮肤有什么症状 所以大部分我这样处理 效果都非常好 因为年轻的时候 我以前也有当兵的时候 早期二三十二十几岁那时候 皮肤也常常有 因为大家居住在一起 有时候我自己也没有注意到 卫生的问题 常常会得到皮肤病 就是戒疮 类似这种 每次痒起来是受不了 那现在因为有原始点 我对这个皮肤痒也就不怕 知道怎么处理 那这样处理的效果非常好 那最近就是因为自己的经验 有了这样的经验 那有一次刚好也是最近 志工就有一个皮肤蛮严重 我看他整两只腿都起了红疹 看起来有一点像戒疮 那很痒 那很痒 他自己也照我们的方法 涂姜粉泥 那来回也是三遍 也是有用电热器 这些先电热器温敷 然后再这样来回三次涂完 然后涂完之后 他还有用保鲜膜再把它包裹 然后甚至还有用外热炎 比如说红豆袋 或是怎样温敷 但效果都不好 那效果不好 也经过了大概一个礼拜多吧 然后因为处理不好 他刚好我最近都常常在基金会 之前他们比较不容易找到我 那他就来问我 我看到他这个情形 我说我就知道他问题出在哪里 我就问他你是不是这样均匀的涂 他说对啊 那涂也是照这样三遍啊 但也有包保鲜膜 但好像一点效果也没有 我就说你的问题最大的问题 不是出在保鲜膜 也不是出在说电热气温敷 最主要是涂姜粉泥的 你把它涂均匀 但你没有用力搓 也就一定要用力搓 到底用力到什么程度 每个人不一样 我那个按推当然那个用力 还不至于像我们的按推 拿手肘这种按推的那个力道 也不大可能 只是有一点像舒缓大力压 压进去然后再搓 把它搓到干掉为止 那这样才算一遍 然后第二遍第三遍也是这样做 那这样搓热之后皮肤就会有热热的感觉 那热起来那个甚至有着热感会取代痒感 痒就不见了 我说这样是最快的 我说你就是很均匀的照一般的力量涂 那个效果都不好 所以我那一天就稍微示范 也教他怎么用力涂 那他回去就照做 那我特别强调 我说不要用保鲜膜包扎一定有效 那他也照我的方法做后 隔一天他又来基金会 那来基金会之后 我就问他 你昨天皮肤怎么样 哇他说都不痒了 效果非常好 而且又简单 因为他也不需要保鲜膜 所以这一件事我也认为 因为我已经酝酿一段时间了 因为自己也在做 我也觉得不需要保鲜膜 保鲜膜包起来还蛮闷热 但对皮肤痒好像效果没有那么好 我自己有试过 所以我也很清楚的告诉他 然后果然也是照我预期的 他就恢复了 那刚好隔一天 礼拜天 来了十几位患者 那其中有几个 有四个都是有关皮肤的 而且其中两位是特别严重 两位一个是皮肌炎 也就是西医说皮肌炎已经没有药可以治 然后他常常很容易破皮很容易破掉 甚至他还有植皮 那前身也都是痒 他已经西药也不能控制了 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刚好跳蚤 他去租屋结果里面有很多跳蚤 他不知道结果被咬到全身是伤 尤其是两腿接近 就是生殖器附近 那你被咬的遍体鳞伤 蛮可怜的 那他也是去找西医 已经一两个月 也有找过中医喝中药 当然是没效的 所以他最后是想到 提到有人提到原始点 他就过来了 那那一天 这两个是我印象最深刻 那其他当然还有一些皮肤病 他们都说多严重多严重 那在我看完那些都小问题 那这两位 我们后面等一下会分享 有稍微拍我等一下会介绍 那这四位处理 当下都有效 而且痒立刻缓解 那包括皮肌炎的 隔一天他还有来说 那已经隔了24小时 他打来问说 那姜粉要不要冲掉 他还舍不得冲 那我们志工就问他 那你皮肤还痒不痒 他说不痒 你看我突然到他隔一天打电话 来问基金会的时候 已经超过24小时 他还是有效 也就是他还是不痒 那另外 这个跳蚤咬伤的 当下他也就是非常高兴的 他说哇西医处理 还没有办法让他立刻不痒 这个一下子就让他全身 马上很舒服 他说已经一两个月没有这种感受 非常高兴 那他差不多礼拜一还是礼拜二 隔一两天 两天后 差不多两天礼拜二来 礼拜二来他跟我们讲说 哇这个处理完 他这两天轻松很多 那表示这样的涂法 哇他已经获得很大的改善 他说有一些咬伤的部位也开始好转了 那很遗憾那个跳蚤咬伤 全身咬伤的 第一天没有在处理的时候 没有拍到 那那一天我们就补拍 所以我那一天礼拜天 处理这几个重病 还有跟志工讲之后 我回去不断的思维这些问题 我说当时我们要用外热源 将粉泥涂大面积涂抹 然后涂抹均匀干掉 如此来回二到三遍 还要用保鲜膜 那保鲜膜还要再加外热源 那我就在思考 我都没有用保鲜膜 那保鲜膜的用意是在 什么情况下 为什么当时要用保鲜膜 就是我们涂姜粉泥 怕它很容易外热源就是干掉 然后热源就发散出去 我们当时的想法是这样 所以希望把保鲜膜包扎 那这个浆的热源不要散发出去 就直接往皮肤里面 由皮肤吸收而渗透进去 这样来达到我们 让热能局部的热能不足可以改善 但好像效果不好 就像我们的志工 他也做了一个礼拜多 我也是照这样处理 皮肤痒也没有好 那反而我不用保鲜膜 就是用我平常这样的方法 热水冲洗 然后再将涂用力去涂姜粉泥 那涂完涂到干掉为止 如此来回三遍 然后再用热水冲掉 然后再用电热吹风机吹 而它也是不痒 根本也没有用到保鲜膜 所以这样说来 你如果用 说到你用一般涂菌银干掉 然后保鲜膜就把它包涂 事实上干掉皮肤已经很难 把浆的热源吸收进去了 事实上胜负关键就是当下 你有没有就是先把皮肤的温度 让它可以用电热器或温热冲水 让它的毛细孔张开 让热源容易进去 这才是第一步的重要关键点 而不是涂抹之后 电热器稍微温敷 然后姜粉泥涂抹 好像应付应付涂抹一下 然后就把保鲜膜包炸 这样它干掉一样 热源吸收不进去 所以氧也没有效果 它不能伸透进去 所以重点是 先就是工作一定要先做好 就是外热源先温敷 或淋水淋温热水的时候 一定要让毛细孔张开 这样搓才有效 而搓的方式 不能只有用涂均匀的力道 是要以用力搓的力道 稍微用力搓 那这样热源才能进去 所以这一部分如果做得好 那再配合后续的 再用温热水沖一下 把它沖掉的过程中 因为留在皮肤 然后怕姜粉干掉 然后还要用保鲜膜 这一道手续就可以免了 因为当下我们已经让热源 这样大力搓的过程中 热源已经渗透进去了 效果已经持续发飞 那如果你没有大力搓 那热源停留在皮肤表层 那这样即便包扎 效果也不好 即便后来再用红豆袋温敷 皮肤的吸收 对它的吸收 也不会像我们说的那么好 所以后来发现 这几位患者 竟然没有保鲜膜 去掉这一道程序 就照我们现在改的这个方法 通通有效 而且连皮肌炎 这个中西医都很难处理的 我们竟然就这样处理好 当然不会他一次好了 这个要长期再追踪 但当下你看他可以24小时而不养 那比吃西药或是敷药 都效果还要好 他吃药 他的时间也很短很快又养起来 他皮肤又持续干液也不舒服啊 那痛苦是很难以言语的 那翘早那个更不用讲 他说西药处理已经一两个月 根本都没什么效 所以已经在陷入困境下 来到基金会才获得改善 那患者那个喜出望外的心情啊 你们可想而知 他一直感谢我 那这个情形下 我就回去思考 那这样说来 我们的保鲜膜是不必要用 因为你要让保鲜膜最主要用意是 涂在上面的姜粉 然后把它包起来 就是让热炎能渗透进去 但你已经用力搓了 然后热炎也渗透进去了 还需要它干掉 然后用保鲜膜嘛 所以这一个几乎就可以 我已经就可以 把这些归纳出来之后 确定就可以拿掉 所以这里就是最主要就是 把再进一步 把外热炎的使用简化 也就是我们的保鲜膜 根本是不需要再使用 但前期的工作一定要做好 也就电热器一定要温暖皮肤 然后那个姜粉泥 在涂的过程 姜粉泥一定要温温的 温温热热的这样涂 才会有效 不要凉掉 然后就涂在重病患者的身上 是不能这样用的 那这个过程中 因为我最近都常常跑基金会 还有遇过几个比较特殊的 有一个患者就是去检查 又会说有节节 然后他因为前身酸痛 西医就帮他打松拾剂跟止痛剂 一打不得了 他前身就开始怕冷 非常极度的怕冷 然后整个腹部就脏 然后走路就变成无力很沉重 然后大病也拉不出来 就完全没理了 来的时候情况也蛮严重 我也是用这样方法 然后帮他处理 结果处理完 隔天他再回来 他就跟我讲 现在虽然没有完全恢复 但他已经感觉到手已经开始有力了 本来是前身无力脚也无力 然后他体力已经正在慢慢恢复 只一天的一天的时间 他就有这样的感受 所以这个细节上变得很重要 所以这里我认为是原始点的 外热炎的使用 又是另一个突破 而这个突破你看 在脾肌炎也好 或是跳蚤也好 或是红斑性狼疮也好 我们这样来想 以后都要用稍微用力涂 那甚至附水也是一样 不是只有轻轻摸一摸 然后把浆粉泥涂均匀 还是要有一点力量进去 这样热炎才容易渗透进去 效果才会好 以此类推很多处理方法都是一样 那这个让我也蛮兴奋的 我说这样原始点 又可以进一步简化 那后面等一下我们会讲很多 一些这样的案例 所以大家就把这一段稍微记住 我这样讲 那我们新书拿到 你们一定要把它改过来 以后因为这一段在实际操作上 我们以后就不会再用保鲜膜 好 我们再看下一面 那如果你是在家里用热水冲 当然可以 但在基金会没办法 这时候就是以电热器为主 然后把皮肤温热再涂 用力涂姜粉泥 来回三遍 三遍之后 你再用看似电热吹风机吹 或电热气风 或是红豆袋温敷 这些都可以 那如果是在家里 也可以在经温热水冲洗后 再用这些电热器 好 那这样温敷后 如果他有他处体伤的症状 或是患处体伤 我有必要再按推的时候 我们再按推 因为重病是以热炎为主 按推为补 这样就可以达到我们要解除 体伤九肢之症状 乃至异常形态 好 这一段就是 几乎做了一些重要的 重新写 有一点重新写 那这样把保鲜膜 还要怕流汗哪什么 还要加厨房餐纸巾 这些都拿掉 那这样大家操作 也就变得更加容易 而且效果又好 好 我们再看下一页 那后面的几乎就没有什么改 我念一下 值得注意的是 对于异常形态之癌 肿瘤 肌瘤 硬结 肿块等 按推其周围的压痛点 常从破裂处 或从原有窗口流出血液或阻滋液 此接触体伤修物过程中的正常现象 也因如此 此异常形态才会消得更快 好 这里 这里我们继续看下面 我看下面 下一页 这里稍微又有一点修改 但窜口流出的血液及组织液 必须用姜汤清洗干净 这个在今年 我们不断的强调 那确实这样改变之后 我们之前也有放一个案例 比如他就是因为摔破碗 然后竹底不胜去踩到碗 然后被割了很严重的竹底伤 然后他用以前的就是姜汤清洗 然后他又用姜粉泥敷在伤口上 结果一个月 竹底伤口不但没有好 而且连整个脚背都肿起来 如果以西医来讲 就是又感染了 那情况又是恶化 那这个患者有回来 最近有回来 我们等一下也会放给大家看 就是经过我们现在这个方法 把他那个创口清洗干净 然后教他怎么清洗 然后竹背我们也按换处痛点 就是在竹背影状肌的部位 还有脚踝的部位找压痛点 那这样按一按他脚很快就消了 那这两个礼拜也 经过两个礼拜这样正确的使用 脚就恢复得很好 所以这里也是一个蛮重要的关键点 也就是外热炎我发现 今年的进展特别快速 就是旧金山的这个案例 让我们知道这些流出的血液或阻滋液 必须清洗干净 那这里简言之就是处理窗口 透过电热器外 那窗口周围还是可以涂 比如说乳癌爆掉 那爆掉的伤口 当然要用姜汤清洗 但是周围没有爆掉的位置 甚至在爆掉的附近周围 不要离开窗口外面外围的 你还是可以涂姜本里 然后大力按推温敷 那配合按推原始痛点来自患素痛点 我们看下面下一页 那再用溶姜汤清洗 从窗口流出的血液组织液 处理干净后 那最重要的就是窗口 需保持干爽透气 你看有如果照旧有方法 有时候窗口直接涂姜本泥 把它封住了 反而烂在里面不容易好 所以窗口一定要保持干爽透气 也避免使用沙布或保鲜膜等包扎 所以这样写到这里来 保鲜膜几乎不用了 那我们也几乎很少用到沙布 有窗口的时候几乎都不用 根本不要说几乎了 根本是不能用的 那病情严重 例如烫伤 毒液灼伤 甘险乳癌爆开等 每天可用上述方法多次处理 好 这里我就不再解释了 好 以下的大家自己看 我们看下一页 好 亦可以睡前 好 这里最后的结论就是 若无窗口 你姜汤姜粉姜米都可以用 但是如果有窗口 窗口则只能用姜汤处理 这已经算是定案了 就是不能再把伤口用姜粉 或姜粉泥把它封掉 那这样的结痂 最后效果都不好 好 那其他的 大家看一下就好 那最重要的就是我说 这个外热炎今天的课 我认为是特别重要 这个外热炎 已经把这些细节都改进了 而且变得更直接了 那这个刚刚讲的 冬天很多皮肤痒的 我那一天就跟志工开玩笑 我说你看 连脾肌炎这么严重 西医都没办法处理好 还有跳蚤 这两个案例来讲 都是全身性的 那我们这样 用姜粉泥还有一些外热炎 然后怎么涂 这些只要做好 就能够当下缓解 我说这些都是西医跟中医的瓶颈 但竟然我们原始点已经把它突破了 而这一小步 这些都是很细微处 我们把细微处都改进 这样的进展 对医学的贡献却是巨大 你看这些患者太多了 但是现在的医学是真的还没有办法 包括皮肌炎西医医师也是跟他讲 这个西药是没有药的 是好不了的 患者都很沮丧 那跳蚤那个也是一两个月处理也是不好 他已经快绝望了 但就这么处理就可以解决得了 然后伤口的问题现在再处理一下也加速 所以我觉得在写这一篇外热言的时候 我这个感触很深 今年的进展特别快速 也就是我觉得全球志工的努力 然后也让我很快速的在写书的过程中 很多我就能够理解 然后再加上这一次去基金会 因为我书写成了之后 对于一些处理归纳 我就会变得很快 然后也比较敏感 所以几个处理完之后 我已经就想通了 原来保鲜膜的用意 是因为怕浆热源外散 但如果你已经进去了何必怕外散 甚至我已经把热水都冲走了 还是有效啊 我整晚还是舒服的 所以重点是怎么样把热源弄进去 让皮肤可以快速吸收 然后可以立即改善热能不足 那进去了就已经改善了 还要想它留在表皮 然后还要包吗 这个已经变成桌椅了 然后这样的效果又比原来好 所以我觉得外热源的使用 确实进展的蛮快 那这个对医学是很重大的一步 你看如果以中医一针二揪三用药 你看揪就是外热源 外热源是排在第二 那外热源我的感觉 以原始点的角度 外热源的使用 有效会比内热源还要重要 你看轻重症 它根本不需要 喝溶浆汤来改善体质 我们前面有讲 你只要局部加强外内热源就好 局部就可以 那这个就很明显 局部的外热源 又懂得进一步更细腻的处理 那当然很多 一些医学没办法处理的病 我们都能够很快速的解决 好 那我们今天的课 就暂时讲到这里 我们来看案例的分享 2021年12月12日 石座教学 外热源 香粉泥按推方法 1.皮肌炎 皮肌炎在西医是没什么药 那你现在症状是怎么样 脸红 然后手啊身体多病 就是然后会破皮 然后都贴那个人工皮 好几个地方都破 破了它为什么就要贴人工皮 因为如果没有它用到东西 就是会症啊 用到水啊什么也症啊 会症啊 症啊 也自然破掉了 好 那你前身是吗 是前身 那个大腿还蛮严重 我上上了礼拜还去住院 就是那个炮疹啊 引起炮疹 炮疹啊 那你现在还有在吃药吗 就是免疫系统的两个药 那个没有用了 我刚刚已经讲 西医也说你没得治了 你还在吃他的药 他都已经跟你这样讲了 你还吃他的药 那个药是控制你怎么样 养的时候吃是吗 没有 他就 我们知道他就只有说 那免疫系统的药就是这样的 所谓免疫系统我跟你讲 应该是这样说 人体如果有体力的话 你的免疫系统就会变好 你如果没有体力 你的免疫系统就会变好 你想想看有没有一种药 能让你吃的体力变好 那就是如果他的药 没有办法让你体力变好 那这样吃的药就没有效 那没有效而且西药是寒凉 那你就会越吃越严重 你听懂我的意思 我的头现在都是瓶都是凉的 我知道 那我们要先找办法帮你解决 但你靠那个西药已经是没有用 那没有用还不打紧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 因为皮脂液所谓的免疫系统 我只能跟你这样讲 就是你前身急寒了 以原始点的讲法 已经非常寒了 寒到怎么样 整个组织器官运作 它推动不了 没有办法维持正常 所以它会发出各种讯号来 痒就是一种 皮肤重呈现这样就是一种 都在提醒你 身体已经发出这些讯号 那所以归根究底 你体力变差了 所以才会免疫系统 治医力都变得很低落 我这样讲你听懂 你听懂 所以这个药有效吗 让身体更好 反而有副作用 所以你觉得这样的药 对你一点也没有用 你还要吃吗 可是它就会一直痒 那如果不吃它会痒 吃了还是痒 那你到底为什么 你一定要想清楚 如果你要好 那西医也跟你讲 这个病不会好 那他已经说不会好 又给你药吃 那到底你在吃什么 吃不会好的药 然后这些药又是寒的 又会让你身体变得更差 不但不会好 还会让你更寒 那你为什么要吃 我问你啊 逻辑就不通了 你如果西医说这样吃一定会好 那你就吃嘛 所以你 你一定要有智慧去变 如果你吃是为了把病治 那可以吃 那问题 你都知道喔 西药没有效啦 那还要吃 而且西药又好 听懂我的意思了吗 如果听懂 那你今天会来 原始点就是改善你 就是要让你体力变好 那体力变好 免疫系统就变好 治愈力就变好 这样才能够根本治疗 我已经指出一条路给你走 这一条路虽然慢 但不会伤你的身体 了解吧 譬如说 你要运动 不要吃寒凉 心情要保持正面 避免一些就是情绪啦 对于这些疾病的恐惧啦 观念比较清楚 那养好心态 那这样热人就不会消耗 那我们教你怎么样养的时候 怎么来让他止住 那你有了方法你就不会胖 现在你那个最痛苦的是哪里 我的手跟脸 还有我的道 我3月28号 那个鼻椎这里也是 牙开的 这确实是蛮严重 那一般喔 皮肤的问题喔 他说碰了会痛 你等一下再针对他的情况再看一下 那原则上还是要教他怎么涂啦 我那个力量 眼颈椎都是 脖子都是 他头皮都湿 喔喔喔 头皮都湿 头皮好痒啊 痒到不行 头皮你回去用姜汤来洗它 你慢慢起来 一定要把它推进去 用力推进去 比较舒服一点 好 待姜汤慢慢洗 盐或忍瘦的时候 就洗 你现在会痒吗 不会痒 可是刺刺的 刺刺的 检查看他会 你来 好 记得你在家里 一定要出一点力 把姜汎推进去 好 对 你看 你看 你看到 没错 没错 等一下这个多久用一次 这个让他保持越久越好 一直到你洗澡再洗掉就好 洗完澡你再涂一次 然后就躺着睡觉 不用擦 你现在感觉比较不痒 对不痒 请老师补充说明 好这个 我最后都有交代他们 就是保鲜膜不要用 那 他们处理完有告诉我 因为他是理生嘛 所以我就没有进去看了 就是他们整个过程中 都有志工在处理 好 这就是我说的皮肌炎 那皮肌炎他这样处理完 隔一天 他打电话说 哎呀那个姜 姜粉啊 已经干掉在皮肤上 要不要去冲洗掉 那他打来问已经 隔了24小时 我问他痒不痒 他说还是不痒 那表示哇这个全身这样涂抹 让患者恢复的特别快 那西药也不能止痒 他已经到这么严重 好那这个就是我说的 现在遇到这样的病 如果没有原始点这种方法 他是很难很难好的 好那我们这是最近这一点 这一两天的一个案例 这几天不是这一 这几天前几天 他来遇到的很 比较算是我印象深刻的案例 那我们再来看那个跳蚤的案例吧 下一个案例我们来看一下 2跳蚤咬 那整个都是恐怖啊 最近的事啊 对啊这一两个月 看皮肤看家医科都没有效 那他们怎么讲 会发炎更严重 流汗的话可能是不能流汗 或是喷嚷热不能洗热水 他现在很过敏啊 一直抓一直痒啊 不知道这种情况是要用 什么方式来把它解决这样 有没有减轻 有减轻的 按推也有减轻对不对 那一天涂完那个姜粉泥 是不是更舒服 更舒服 是不是立刻改善 有 而且会多热感 涂姜粉泥喔 要稍微用力 然后让它均匀开 涂完就改善了 涂完就改善了 涂完就改善了很多 涂完就改善很多对不对 不是按推完 按推完没有那么快 涂完一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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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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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地方就少很多了 当下就少很多了 那这么快 就觉得很神奇 很神奇 找我们张医生来救人 你是我的儿子 你是来对的 要不然我看你蜥蜴已经走投无路了 怎么样 你怎么叫这样 刚刚你都没有这样叫 你不是说我们两个一样 不一样 那可见你们的力量还是温暖的 我知道 我相信 我今天是封到佛菩萨 不要走 不要走 我走就不走 真的 如果你有智慧 我今天早上点你的 下来一点没关系 胸症过来 这样你才会 真的走向健康之路 谨遵老师教会 那这样我们是真的在帮忙你 你看你都咬到片体鳞上 是啊是啊 看来都好 好 好 还有爱心啊 感谢 不会不会 好麻烦 然后再用毛巾擦干 然后再用电热推风机再吹一下 然后是一种交叉 对对 吹然后热也可以再进去 再进去 对对对 这样就好了 不要需要再涂抹 不用不用 都不用了 这样就够 因为你涂抹它进不去没有用 你不在外面 所以你们以为一直留在外面就好 不是 对对对 就是要让它进去 那这个跳蚤的 事实上按推它痒会稍微有改善 但很快就会痒 所以它还是感觉涂浆粉泥的效果最好 然后直接用力搓 搓热 它有一种着热感 那你搓热了 我们志工有时候还没有经验 拿得太近的时候 他会觉得烫伤 那你看他现在在吹上半身还好 因为没有像腿那么严重 那腿两大腿内侧 那个已经咬到真的很严重 那这时候只要电热吹风筋拿近一点 它就好像被烫伤 所以一定要拿得高高的 然后也不要固定一个点 有时候稍微放动一下 那这样患者就能接受 那这个患者已经来两次 已经第二次来就有一些改善 所以算是进展非常的快 那他自己本身非常高兴 那也就是这几位患者我说过 我这样一路归纳出来 最后确定 是不需要保鲜膜就可以解决的 那效果又好 这个我就因为前面也讲了 我就介绍到这里 3.附水 说抽了水 我知道 他一定会这样 我刚刚有跟他们解释了 这个 所以抽水是暂时性的 让 因为他实在太胀 让他输出几天 这几天我们就是 你们回去就是要努力 我刚刚就讲 他现在确实是需要大家的帮忙 所以我们只能说 他只要一舒服 那我们就要赶紧做 那我的建议是 是 如果你在家里 还可以做得更好 比如说 他这些涂的 姜粉泥 可以再用力推 把它搓 搓热 让他那个热源可以进去 你们不要又只有涂 涂那个热的事情 进不去 他要用大力 比如说要这样 我大力这样按进去 我这样按给你 就是这样 类似这样 有没有 有感觉 就是要这样 这样进去 前面很硬 我知道 我知道 就是他在推后面也是一样 你们前面可不可以涂 当然也可以 他 但是就是要稍微用一点力 就是稍微有一点用力这样 让热源可以进去 他是这样 他只要热源不够 或体力下降 他整个代谢功能就变差 所以很快就会慢慢又进去 感じ不开 他也还是要用一个 一样套 垃圾 的 准备 天 请老师补充说明 这个是很严重的覆水 已经非常严重 我也跟他们讲 已经算是命危了 要非常小心 所以他一个礼拜才来基金会 我要求他们家属 一定要陪同过来 那整个处理的过程中 也就是我们志工 如何帮他用眼红外线照射 然后怎么涂姜粉泥 整个过程中都让他们 全程看得到 然后回去就是照这个方法做 那每一次就是志工 帮他这样按推 差不多都要花掉一个小时 光这些动作来回三次 然后因为他还有腹脏 人是不舒服的 按推到最后 然后热炎又要让他进气 然后最后来能够让他脏 起码减轻个四五成以下 那这个都要花掉一个小时以下 所以做这样的患者要相当有耐心 有耐心这样慢慢处理 那我们志工确实做得非常好 因为每次这位患者起来 我都会在跟他交谈 他说哇这样处理完就会变得很舒服 但因为家属还在学习 处理完就没有 像在基金会处理这样专业 也能够立刻得到缓解 那他也会问 那可不可以去西医抽水 我说你如果蛮严重 严重到受不了 那就重过解症吧 反正这个时候 能够让你舒服就好 那舒服完我就叫他 一定要赶紧再加强按推 但患者虽然病情已经到命危了 他有时候还是不忌口 像这一次来了他抽水完 然后他最喜欢的是柳橙汁 他又喝柳橙汁 我们就告诉他 你这样大家这么努力帮你做 你又喝柳橙汁 那我们不是前功尽费了 所以他也笑笑吧 那我们也只能尽力了 因为来就是尽量让他舒服 还好他们家属也愿意配合着做 所以我们他一个礼拜来一次 那我们也是尽量帮他吧 让他症状能减轻 那这个病人如果都不按推 我看可能病情就会很快恶化 那因为有大家的帮忙 所以还好能够维持一定这样的日子 好我就补充到这里 那大家应该也看到了 他在推姜粉泥的时候 都要有一点力量进去 热炎才得以吸收进去 才可以达到结症 好我们看下一个案例 你最主要是怎么样 你这么说 哪里是怎么 就是手然后脖子还有背 还有那个后肆窝 这个啊 会痒吗 会啊 这里都会痒吗 很痒啊 可是就是我上一个冬季 就是会半夜会痒到醒过来 但是就是四月之后 就是长姐他帮我弄 然后我开始每天自己熬姜汤 然后今年到现在 就是这样子算 跟去年比已经好很多了 已经好很多 以前是这样干干烈烈 会流汤流血 对啊 现在比较润滑 然后现在破的指头数也变少了 很多到冬天 这个都比较容易复发 对对对 湿疹也好 一般疹疹疹或是戒疹 很多都是在冬天比较容易 对 那像这种 粗糙的 对 因为你没有破皮 所以我认为 现在都涂姜粉泥 对不对 对 那每次来做都有改善吗 有 都有 然后我回家自己也会 我有买很多姜粉嘛 然后自己做姜粉泥 有涂是吗 对 好 那其他就是 就是湿疹的问题 对对 好 那这个就给你了 嗯 那湿疹 反正都是皮肤病的一种 我们也不用了 因为 那个都没有关系 那个都是一个名项 我刚刚讲的 洗疹子也好 什么 各种说法都有 那像二十几年 这个也是容易处理的 它只是没有方法 像这种 如果已经有一粒一粒 你摸摸看 这种凸出来的 一般涂姜粉 你一定要切记 昨天就是我教你的要求 一定要大力搓 然后来回搓 甚至多几次 然后让热源渗透进去 如果能够一边照一边搓 对 就不错 也不错啦 也不错 反正搓完再加热也可以 我不知道你们昨天是怎么做 昨天我也是这样 我先搓完 沖三次以后 要沖热水 对 那沖完 这个皮肤都很热 皮肤很热热的 很刺激对不对 对对 沖完 当时在沖也很热 很湿热 但是沖完以后 还是热热的 对 沖完还是热 那你没有包了吧 包很麻烦 就是会被位置扩大 我就昨天跟你讲 这个还不需要包 但是如果你要就是在加外热 就是你记得 譬如说它大力搓 你也可以 如果洗澡的时候 因为你是前身嘛 洗完澡 一边洗也可以沖热水澡 沖完之后 然后旁边姜粉泥 就大力搓 那我可能之前搓的不够用力 不够用力 一般都会犯错就是涂啦 它们是涂 不是大力按 然后按进去 我示范给你看 就是这样 这样 这样 姜粉泥这样 你知道哦 这个力量肯定跟你不一样 你应该是这样 所以我今天也顺便教你 就是这样 每一次来围把那个姜粉泥 都要搓干 那搓干就是看你大小坨 所以时间也不定 然后搓干 再第二遍再搓 这样来回起码一定要三次 所以有时候涂一个局部 就要花几分钟去啦 对好几分钟 你们昨天应该也是这样 对 然后搓完很热 你们可以再用热水再冲一下 哇那个热就 会刺痛 非常刺痛 但是刺痛就是那个痛是 你人忍受为估 极限看 一般人都会自己调啦 哪有那么热 你还一直热在 好像当自己 不可能 那以极限这样冲完 再不够我昨天也有教 就是再用吹风机 或是红豆菜再把它温住 让那个上面的姜粉泥 再渗透进去 那一天可以多吃 这样就会好得很快 不养都没关系 养都很麻烦 一直要去抓 一直要去抓 要去抓一大片 没错 这个不能抓 其实养的时候 就是用姜粉泥对质 请老师博充说明 这个施诊也是20年了 他也是在外面找医生 也已经没办法 那到基金会来 那从今年事业到现在也半年多 事实上他已经好了很多 那他比较就是严重的部位 我在教他怎么来涂姜粉泥 那刚刚大家有看到旁边 那位志工就是我说的 他本身就是因为 最近皮肤痒得很厉害 两腿 然后他自己用 涂姜粉泥也用保鲜膜包 都无效 然后才来问我 那我教他之后 他照我现在的方法 就是刚刚书上写的方法 他回去做 他就很高兴 我刚刚你们如果有注意 听对话的时候 这位志工就讲 他昨天这样处理完 他就不再养了 效果特别好 所以你看我最近刚好 去基金会都处理一些重 有些是重病的 但大部分很多都是皮肤的问题 所以我才这一次 才会归劣这么快 所以也确定 保鲜膜是不必要 那我们的志工也是用保鲜膜 他说越来越大片 也没有起到更好的效果 反而现在这种方法更有效 更直接 好 那我这个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继续看下一页 下面 5.脚底外伤肿胀 复原追踪 这边都好了 对 可是过程 然后那长这个心皮的时候 好痒 超弱的 没关系 就从生成 这个就接下把它擦掉 好 所以这个自己脱落嘛 不必要去 不用不用不用 几乎都好了 差不多 就是剩下这个而已 好得很快 请老师补充说明 好 这一个就是我们上次 因为可能时间来不及 没有把上次作为一个比对 上次差不多一两个礼拜前吧 我们有放一个就是主底 踩到完就是我刚刚讲那整个脚底自己用涂姜粉泥把它涂涂在上面 结果一直没有好脚也肿胀 那他来基金会之后教他怎么做怎么清创然后不能涂姜粉泥然后还要按推脚踝还有足背 那他脚踝肿肿就好的很多了 那这一次他这样照我们的方法 清创干净 然后再用电热器温敷 那这样削得很快 他才两个礼拜 整个伤口就几乎完全溢和了 大家也刚看到这个如果将来有时间再比对给各位看 所以这个也是很常见的案例 但很多人都会去打破伤风 以为这个一定要打破伤风 事实上如果处理得到速度很快 好 那这个我就补充到这里 6.脚底60年硬快 你说你这里硬多久了 差不多60年了 这里硬硬的已经60年了 刚刚志工他帮你按这里对不对 这里是不是很痛 很痛 这里很痛 这里 这里比较不痛 所以这一点最痛 所以对过来刚好这一点 所以按完竟然有病软 你摸摸看比原来软很多 那表示这个硬的开关就是由这里引起的 所以现在他帮你按开了 这里软了 那你等一下还要在足备上再加强温敷 这样就可以 因为这里已经变软了 那我们就从这里 那这样60年 这个真的有一点神奇 就是这个大开关一按就变软 等一下应该这里涂 说不定他还会进一步更好 当然我看已经软了 确实已经变软了 刚刚很硬 我叫他说 软软软要软软 对对对 结果他说他不敢穿 穿袜子有时候太热 他会抽一下 那一点就会抽一下 那你这一点抽痛 我告诉你 因为今天这一点帮你按开 他也不再抽了 他记忆也不硬 也不会再抽了 他是有要抽一下 对对对 连这里都会好 那这里的问题就是这里引起的 你那个 抽筋的问题是 臀部的问题 臀部他刚刚是不是也很痛 很痛 很痛那就对了 那你要记得 我讲的还要爬楼 好谢谢张医师 请老师补充说明 这个他足底应应的 他自己说已经60年 那他常常偶尔踩 还会有一点抽痛 那我们志工就是在足背上找到压痛点 帮他按推 那竟然60年的那个硬 竟然瞬间就变软了 那这个很奇妙 有点像奇迹出现 也有一点 我也是觉得很不可思议 竟然大开关这么厉害 然后按完患者哇这 这这撑起他说哇 他本来原本那么硬 偶尔还会抽痛 这些问题 一下子就解决了 那也教他怎么在足背 以后如果有问题 在足背那一点按 然后再加强温敷 所以这一个比较奇特一点 一般硬结肿块这样是不会变软 但在这一个患者身上竟然出现了 这个也有一点意料之外 好我就补充说明到这里 七 鸡眼 这个鸡眼很硬啊 你多久了 可能有半年 半年哦 那我今天我觉得痛快要好 好 那如果在原始点叫硬结肿块这些啦 蛮硬的 那如果你用正常的食指法去顶 那个是顶不进去 那个都不会有痛 那这个比较特殊 所以我用指甲 指甲在他的肌眼的周围压下去 这样会不会痛 也没有非常痛 这一点呢 这一点呢 这一点还好 这样呢 这样就比较明显 这一点 那就是这一点比较痛 所以你用其他的工具是没办法 你看要他周围嘛 那所以我们周围就是这样嘛 这个靠子直接顶进去 这一点应该比较痛 这一点应该比较痛 但是没有非常痛 这一点 这里有 你看 一定要 我刚刚用食指一直找不到 所以这个就比较特殊 所以你们一定要变通 这时候我直接指甲 直接这样 压下去 然后就在周围 这一点比较痛 对不对 然后这一边靠这一指 这里这样的方式更痛 这个更痛 没有方的角度这样更痛 我知道 但是我自己已经换地方了 这一点痛不痛 这样有痛 也还是有嘛 好那这样痛点就找出来 那另外上面这一点 我再帮你 这一点更痛 这一点更痛 你们要不要试 有没有 直接点进去 会不会 有一点点 有一点点 他那个要很用力 有了有了 有了 大概就是这样 我就是教你们就是这个意思 那不然你们以后遇到了 可能用正常控制 这样有没有 那我知道 你的痛点在哪里 我知道他的痛点 他这一点跟这一点 那个鸡眼下面 对对对就是这样 哦那我知道 我还抓到筋 对就是这样 有有有 好那你有感觉了 有有 这样痛不痛 那以后就是这样 这样 有有有 这边呢 有 哎呦 都有了 这样 有 真的咧 这边呢 这边也有 这边 这边相对比较没有 那我知道了 这边 还好 那又往里 这边有吧 那有 那我知道了 在那个鸡眼的 正下面这边 请老师补充说明 这个也是鸡眼 一般用我们的工具按不进去 所以我叫他们在周围 因为我们患处是不能按 但要在患处周围找压痛点 所以一定要把压痛点找出来 然后大力按 然后再配合温敷 这样它会慢慢就会软掉 就会修复好 好 这个就是一个小case 那处理上就是这样 好 孕眩十天 消失 OK 我报告一下 我那个 10月28号 第一次的原重孕眩 来这边治疗 然后到了 就是治疗了 差不多六次左右吧 是 然后 那一天的几个天 你在跟我讲 我在 孕眩最好样 热忽 热忽 一体热忽嘛 这个不要领嘛 然后就是一样 我僵这样子日常 运动都这样子造的 非常做 我在11月23 4号那天早上起来 奇怪 我的头比较轻了 那一边开始就不会阴险 阴险好了 一个月好了 真的非常感恩 我把我自己坚持 那个信量没有拿掉 因为就像那个师姐 他在那个治疗过程 会有疑 那个疑 信心 信力不足 会害怕 会害怕 但是我这样子说 我既然相信 我这道治疗到这样做 我就观察说 什么时间会好 我自己的修复力到哪里 我很高兴我在11月23号 24号那一天就好了 就没有阴险 但是我脑鸣还在 所以我还是保持那个 不错 那你修复着蛮快的 因为你最后一 我是11月28 11月28 我那一天是14号 14号现在23 24 刚好10天 那这样很快 我来按推了差不多六七次有 所以你真的是有落实 这样看来 真的 真的 我说原始点是自救之法 不是靠我们 我们只是给你们一条路 按你们要落实 你们是教导跟信使 对 那你不错 当然是那个阴线 这个要拨出去 给大家知道 要有信心 你看我一隔夜就好了 我本来是真的跟小姐一样 是充满了 也是会害怕 为什么我这个症状 要到时候 我都在家 我都在家 很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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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经过人家没有 我自己遇到真的是太可怕了 是 不过不错 你还是坚持下来 我是很有福报 我听到我马上 第一个症状来 我就坚持一直来 没有见重 好 那你现在这其他的问题 今天应该可以获得一些解决 请老师补充说明 这个阴线非常严重 那我们志工也帮他做六次 最后一次刚好有碰到我 那我认为除了按堆 我认为它那么严重 还有热能不足 局部热能不足的问题 所以要求对方 一定要24小时温敷 尤其在整骨下沿 还有耳后那里 头部原始点 那你一定要涂姜粉泥 那他真的回去就照做了 然后他也很认真在温敷 结果大家也听到了 我跟他讲的 经过十天后 他竟然晕现 突然间就不见 然后就好了 患者非常高兴 这个患者也是 我去基金会之后 也就是书写完了 去基金会碰到的一个比较 算是疑难杂症吧 好 那这个案例就介绍到这里 轻重症案例分享 二 错误处理 患处解析 我的患处要怎么重理 我告诉你 来你起来 你现在是从这里 一直碰到这里 好 患处什么才处理 你观念还是有一点模糊 患处是在大开关按推 也就是臀部按推 没效的情形下 才可以早按推 患处 那另外患处还有一个特性 一般患处是遇到肿瘤 像刚刚那个肿瘤 或硬结肿块 你这个都不是啊 你这个痛啊 所以这个不管 所以这个不酸啊 对 你的问题其实 患处是不需要处理的 所以 也就是你们说患处 我刚刚已经解释了 硬结肿块肿瘤 才需要 一般的酸痛 像酸痛这样下来 一般是大开关解决就可以 除了不能解决症 除了不能解决有一种状况 那个很少 就是大部分啊 我举大部分都是说法不正确 或是你们按推不到位 那你用这个肯定是不到位的 所以 这样的情况下你们就会误判 按推大开关没效 那就是患处理伤 那所以在这里就乱按了 对对对 按到欧亲啊 欧亲啊 那这个是不对啦 所以先把这个肯定性改变 那你们现在重点 等一下他就会确定 因为由我们志工来做 他会帮你确定就是怎么样 如果按了 等一下你感觉看看 腿是不是轻了 如果轻了 那就确定是他处体伤 所以你就不用再患处理 那如果减轻的时候 你记得 又痛回来 第一可能热能不足 所以这里就要加强温度 就像我教你头部要加强温度 那个到底完全一模一样 另外你还要配合我一件事 因为腿的痛都是臀部引起 那你要做一个运动 拉筋 走楼梯 走楼梯 我一天六趟 不是 不是在比这个楼梯几层 重点是 爬 不是也不是 爬楼梯要一步两阶 是啊两阶 没错 照您讲的 大步的跨就是要把臀部的筋 来来 有些人两阶还拉不开的时候 甚至你再高一点 重点 不是要跨你 你知道吗 我卡在三阶 我要怎么我试过 没关系 我只是把运你教你 爬楼 爬楼的意识 是拉筋 拉大开关的筋 也就是它臀部这里 那我是要利用这样把这里拉开 这样拉开 应该你第一个自救 不用别人帮你按的 万一你先生今天又学不成 他按的也没有志工好 那你不如靠自己 我常常是这样 我知道这个都是自救法 对 他这样不会年累别人 然后你又可以这样而健胜 而坏的就是健胀 运动对身体只有好处没有管 我从来这边开始就没有间断了 运动没有间断 那就是方法我们要改良 然后也告诉你们一些正确的观念 不要再摸索 像你这个就是自己摸索 摸索到整条瘀青 那你不用摸索 你来马上就有答案 等一下它按完 你再拿给我 我会再重新帮你问 如果有必要 我会再帮你加强 这样你就安心了 你的所有问题我都已经解答了 那我们现在来做 请老师补充说明 这个患者应该在我看法 因为他头一已经好了 他在讲他的脚 因为他觉得这样按也没有效 所以他就在换处楼道一清 那大家都清楚 碰多数他处体伤 所以真正的开关是在臀部 所以这个最后按一按都可以立即改善 是这样 所以这一个就补充说明到这样就可以了 那应该今天这个是最后一个案例了吧 是的老师 那我们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了 好 谢谢老师 各位再见了 好 谢谢 拜拜 下个礼拜见 好的 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结束 谢谢